那一年,有一件到天才红红出世,因面带白分面前,人人皆称其为白面剑圣,到处挑战各路高手,仅仅一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了天下第二,闻名整个天下,人们只知道当年,他与黄城内那位指纹其名,不见其人的天下第一,于黄城之上进行了一场扮大的对付,没人知道对局的结果是人家的,只是这场对局之后,白面剑圣从此不见分。 拿来的酒鬼,不想死就快走开,这里可是招国功夫。 阿萨阿萨,怎么回事? 小姐,来了个酒鬼躺在这里,我们准备将他赶走。 不可伤人,给他些饮料吧。 这么久不见,你长大许多了,小妹。 小姐不可。 你,你是二哥。 怎么,四年不见,连二哥都认不出来了吗? 你真的是二哥,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?店娘一直在找你,我和大哥也一直想你。 在外面游荡了些时间,这不是回来了吗?是二哥不好,别哭了。 秦儿,快,去通知我大哥和我娘,说我二哥回来了。 哎,小姐,我这就去。 秦儿,你回来了,快过来,让娘好好看看。 娘,是我,我回来了,孩儿不孝,离家这么多年,让您担心了。 秦儿,真是秦儿。 好了,娘,二弟既然回来了,应该高兴才对。 对,应该高兴。 王管家快去给二少爷烧些热水洗澡,再去拿几件干净的衣裳给二少爷换上。 好的夫人,坐就去。 看着自家弟弟一身拉里拉他的模样,赵贤重重一拳打在赵云人的肩膀上,随后又将这个四年不见的二弟拉进怀里,手重重地拍着后边。 臭小子,回来就好。 大哥,你再打,我就断气了。 该打,当年一声不响的就离开家里。 你知道爹派出去多少人,去了多少个地方找你吗? 捞头子他,不在家吗? 被陛下叫去宫里了,不知道多久回来呢。 爹知道你回来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换洗过后,赵贤就带着赵雨林回到了住处。 还是一点没变啊。 你的东西爹都没有丢,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因为不想成婚就逃,还一逃就是四年,那可是李老宰相家。 那他们家怎么说婚约应该取消了吧? 并没有。李老爷子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,这婚约就什么时候继续。 这老头缺心眼吧,我要是一直不回来,他孙女难道就不嫁人了吗? 当初就莫名其妙地要跟我们家联姻,他到底看上我哪了? 给我好好说话,都四年了,满嘴胡话的毛病还是改不了。 算了,不聊这个,跟我说说这四年游历在外,都做了些什么吧? 出去四年,还喜欢上喝酒了? 好喝为什么不喝,至于在外面什么也没有做,就是看了看不同地方的风景,结交了一些朋友。 难得听到你说结交朋友。 能聊到一块剧不就成朋友了吗? 大哥、二哥,你们在聊什么呢? 大哥批斗我呢,怎么?你也想挨批啊? 批斗?二哥四年不见还是那么喜欢说一些怪话? 你二哥从小到大说话就像个怪人,说些怪话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 秦儿,去拿些茶水糕点过来。 哎,这就去,世子。 哟,老爹这事决定了。 当然了二哥,半年前大哥和嫂子就成婚了,还被立为世子,是习爹爹的位置。 嗯,而且,这段时间我刚进入第二境,要不了多久就要跟父亲去军营了。 不愧是和秦家那家伙被誉为京都双子的武道奇才啊,父亲让你继承他的位置,理所当然。 再厉害也比不过那位白面剑圣啊,仅仅一年就成为了天下第二,见到第一人,还是那遥不可及的第五境高手。 对啊,二哥,你在外面肯定也听过白面剑圣的事迹吧? 啊?哦,听,听说过,他很出名,很出名,这个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头?当初要是戴的黑色面具,是不是还要被叫做黑面了? 当年南国大军来犯边境,他一人一剑守在城外,只是挥出一剑就破去了南国上千重甲骑兵呢。 你从哪听来这么详细啊? 当时边境衍州城的百姓和守城将士传出来的啊,说书先生也经常说这段呢。 小妹啊,可是很喜欢这个白面剑圣的事迹,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查馆清一次。 都消失三年了,还那么喜欢? 当然了,他可是我们景国的大英雄呢。 爹爹说三年前他在皇城与那位移战消失后,圣上一直在派人找他呢? 世子,二公子,小姐,老约回来了,让二公子过去。 得嘞,又要挨一顿骂了,指不定还会挨一顿打呢。 咱爹你也知道,一会儿别和爹家,该认错就认错,不然爹真动手你扛不住的。 哎呀,我知道,小时候又不是没被揍过。 娘现在在哪儿呢? 在后院吧。 我先过去了,你去后院找娘,快去。 那一年,有一件到天才洪空出世,因面带白色面前,人人皆称其为白面剑圣,到处挑战各路高级。 仅仅一年的时间一月成为了天下第二,闻名整个天下,人们只知道当年, 他与皇城内那位指纹其名,不见其人的天下第一,于皇城之上进行了一场很大的阻挥。 没人知道阻挥的阻挥,只是这场阻挥之后,白面剑圣从此不见功。 我的亲爹啊,你可想死我了吧? 哼,舍得回来了。 当初逃走的时候不是很干脆吗? 四年,整整四年。 你的心怎么就能这么大呢? 爹,雨滴这不是回来了吗? 别生气了。 你别说话,从小到大袒护他,袒护的还不够吗? 还有你,给我跪下,皇管家,给我把戒尸拿过来。 姓赵的,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。 这不还没动手吗?而且这小混蛋离家四年,现在才回来,不教训一下以后会更难管的。 少跟我废话,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,你要是敢动他一下,从今天开始就给我滚书房睡去。 见靠山来了三人,一溜烟就跑没我。 小混蛋,有种你别跑。 雨儿既然回来了,那他跟李家那丫头的婚约。 李家倒是还愿意,带着臭小子的态度,到现在怕也还是跟四年前一样。 你说李老爷子也是,怎么偏偏就看上我们家雨儿了呢?非要将君雅那丫头嫁过来? 你一个富到人家,只看得到表面,他也有他的苦衷,加上当初他与咱们老爷子有恩,不然我也不会答应啊。 是是是,我富到人家,我什么都不懂,可我知道雨儿不愿意,君雅那丫头现在又是京都的第一才女,我怕雨儿。 怎么,你怕那没心没肺的臭小子伤到自尊心? 于倩雅点了点头,他确实担心的是这个,更担心就算李君雅嫁过来,也会看不起赵雨林,到时候闹得夫妻不和。 放心吧,你真以为这小子脑子不聪明吗?他就是性子太野了,不喜欢被管着。 千千这丫头的性子不也跟雨儿一样吗?你怎么不说说呢? 她是女儿,能一样吗? 哎,不是说你和公主成婚了吗?嫂子呢? 她入宫去看皇后娘娘,差人说今天不回来了,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她了。 嗨,你和京娘公主也算是忠诚眷属了,到时候给老爹和娘生个金孙,他们不得乐死。 二哥,你真了解娘,娘可是天天骂大哥没出戏,说跟嫂子成婚这么久了还没有抱到孙子。 那是得抓紧了,不然到时候跟老头子去军营就更没时间了。 说完,赵雨林将手伸到赵贤面前,一脸微笑地看。 干嘛? 给我钱买酒啊,刚回来哪来的钱? 家里又不是没有酒窖,去酒窖打啊。 得了吧,刚从老头那逃过一劫,现在要是跑去,酒窖里弄酒喝,被逮到了,真会被揍的。 我也要,我也要,大哥,也给我一点,我要跟二哥出去玩。 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弟和妹妹,赵贤同腰间拿出钱袋,整个丢到了赵雨林手里。 都拿去,都拿去。 夜半时间,因为满头白发,怎么也看不出是活了百年的人。 坐在楼顶喝着酒,一道身影干净绿落地坐到了男人身边,瞬间夺过酒坛便喝了起来。 嗨,还是这皇帝的酒,好喝啊。 下面那个小家伙没有发现你吗? 没有,话说,嗓子还没有好吗?我那一件,没下多重手吧。 当初你若是没有收手的话,就不会输半招了。 消失这三年,可有什么收获? 嗯,需要一点点的小技能吧。 所以今晚过来是干嘛呢? 还想打一叫,告诉他们剑圣回来了,还是说,来拿回你自己的剑。 打什么呀?我现在以和为贵,至于剑吗? 我现在倒是已经可以不用剑了,拿不拿回来都无所谓了。 段云峰一听就明白赵雨林不用剑的意思,一个剑修到了可以不用剑的境界,以无剑胜有剑。 现在他这个天下第一,已经名不副实了。 你到底是人吗? 怎么还人身攻击了你?而且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,明明都一百来岁了,还一副中年样。 到了第五境,寿命会恐怖增长,我都不知道我能活多久。 不是吧,你活了那么久,就没有见过以前的第五境高手? 没有,我活那么久,除了你以外,就没再见到过其他五境的人,但我知道一些事。 什么事? 在我们之前那些历史上的第五境高手,再到达第五境都是差不多两百年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 两百年?消失?不是死了? 是啊,说不定咱们两个到了两百岁左右,也会这样呢。 就没有第五境的高手调查过为什么吗?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,你可以去看看史书,上面也有一些记载,那些曾经的第五境高手都只有两百年内的实际,最后都是以为之行踪作为结尾。 是吗?行吧,今儿就聊到这儿吧。 嗯,等等。 咋了?还有什么事? 你的剑还是拿回去吧,一直留在我这儿也没用,我也不用剑,就小皇帝当个宝贝似的,每天都来欣赏一遍。 说完,段云峰伸出手掌,朝着一遍一遍,一把宝线顺身从关书楼最高层内破窗飞到手里。 人家好歹年纪,和我爹一个岁数了,你居然叫他小皇帝,不过你叫也没错,但我拿走了,他不就没得看的了? 到时候我跟他说,是你回来带走了? 你这不就是在变相地告诉他,白面剑圣回来了吗? 算了,既然这样,我就带回去了。 随后,赵玉林一遍一跃消失在段云峰面前。 随后,易闻楼墓场打散场的换称,